喝过洋水的都知道她无色无味 可你妈肚子里却没有洋水 只有是件独一无二的天地本源 因为你妈是当今世上唯一女帝 你是因为弟子自然要万种瞩目 所以在凉胎就开始修炼吧 老妈为了配合你 开始大反围吞纳天地灵气 天地的威能瞬间让空中出现一个灵力漩涡 有老妈的帮忙 你修炼起来的速度比预想中的要快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你就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冠阶段 男儿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却让你的修炼中断了 这一夜一道童年车地的剑盲斗篮冲销而起 苍穹大帝均被剑光找到一片透亮 随后虚空震动 一股滔天剑意都山洪奔发 天地灵气凤狂聚集 无数修炼者的配剑挣脱主人的控制 冲上天穷 万剑超败 这是至尊剑体诞生的征兆 有人忍不住拿着异象 跟你笼和至尊古时带来的异象做对比 最后一致认为比你强悍 因为你脑马运传功法 而形成的巨大灵力漩涡也被撼动 甚至出现一些崩溃的迹象 但经过这股力量的同时 诸多修炼者心中也极其不满 甚至充满了憎恨 因为他们的剑气被强行夺走 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其中还有本命剑气与他们的神魂相连 罗罗因此丢失 只怕自身修为都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但他们也只能大声叫呢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谁 决心了特殊体制 片刻之后 一道森寒的女子声音 从虚空中缓缓传出 长生技家难道无人了吗 是否要本地出手 帮你们掩盖一下迹象 敢自称本地 当时唯有你脑妈一人 所有人这才清楚 原来是长生技家决行了制强剑体 这次传承了几千万年的庞兰大物 也是最顶级的事业之一 得知这个消息 那些剑体被夺被毁之人都闭嘴了 不敢再有半点叫嚣 但这却并不妨按他们换个理由继续发泄 天地动怒了 连天地灵气都敢抢 胆子也太大了 长生技家明知道天地在给弟子本源洗礼 却没有能出手掩盖异象 这无疑于是在挑衅 难道这种异象虽然恐怖 却不可能真的对一尊天地造成影响 却装冬天上空的灵力漩涡 在出现歇血崩溃迹象后 很快就恢复原状 异象带来的胃压 在接触到灵力漩涡后 都被磨面于无形 化为最纯正的灵力 原来天地先前出生 只是在表达对技家的不悦 一场异象还无法终止他为弟子洗礼的进程 请天地见娘 不如之后老父必将亲自登门谢罪 随后一阵滔天亭力涌现 意象被瞬间压盖下去 整个天地随之一进 看来技家这是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用来示威 告诫世人他们家族觉醒了见到天才 只是没想到 为了到天地不满 你在两台里也听到老爹的话 好像外面有人很会装逼 康康的动静你也感受到了 老妈的力量却是出现了一瞬间的中断 但还好老妈足够强大 只要稍微认真一点 就能捂持他的影像 反正你也出不去 不管了 自己修炼吧 可在外界 风波却没有停息 有人调查到 技家觉醒见体之人 乃是当代家族的孙子 连仅七岁的鸡脉 他的体质是万古罕见的绝灵见体 绝灵见体为见而生 他们不修灵力 不修神魂 只专见到 这种见体可以天地万物为见 包括自身为见 只有真正的生死战 才能让绝灵见体 以自身为见展开攻杀 传闻上古时期 有绝灵见体 堪破至高 成就见体之位 哪怕鸡脉天赋再差 成就见身 应该问题不大 吃瓜群众感慨 这下藏剑山坐不住了吧 只要提到剑 整个世界就绕不开一颗视力 藏剑山 一座真正见体留下的传承视力 这里住着一群疯子 他们整天直到抱着一把破剑发呆 终极一生 一心专严见到 如果鸡脉被藏剑山培养 或许弟子真的占不到便宜的 很多人已经开始期待 决定见体与弟子的碰撞 难而没人知道 你在两胎里即将打破脆骨激进 或许对于有天赋的人来说 这不算什么大事 但又知道你此时还没出生啊 你老爹作为圣祖强者 天赋自然不用多说 可当时也花了近半年的时间 可你只用了15天 就在你即将突破脆骨激进 鸡脚老祖登门拜访 当时鸡脚有人说要登门谢罪 没想要来的这么快 老爹只能出门接客 而鸡脚老祖实力深不可测 跟老爹同样是位列圣祖 可即便如此 面对老爹 他还是行了一个大礼 只因为老爹背后可有一个天地倒婆 两大强者随意聊了一会儿 鸡脚老祖不自觉地将话题 转移到还没出生的弟子 以及决定剑体上 先是对弟子一通夸赞 最后感慨 自己孙子虽然决心了决定剑体 但跟弟子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 说到决定剑体 自然得提到当天异象了 鸡脚老祖连忙给老爹道歉 都怪我鸡脚反应不及 冲撞了体位 可圣祖你有所不知啊 那天异象太突然了 最后还是夺为老祖出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勉强压制异象 老爹也算听明白了 嘴上说的孙子不如你 但话里话外的意思 不就是在说 绝灵剑体真的太强了 连你们鸡脚一群老婆死的 这差点没控制住 先对你一顿吹嘘 再把他孙子捧高 看来这些鸡脚老祖 不是来道歉的 而是专程过来炫耀的吧 老爹可受不了鸡脚老祖给自己摆扑 就算没有天地老婆 他自己也是圣祖强者 凭什么惯他这臭毛病 这老爹准备发火时 身后的房间突然传出一阵轰鸣 一股力量红蓝绽放 一道道无形的天地规则 窄蓝断裂 鸡脚老祖一眼就看出 这是有人打破的脆骨极尽 任何极尽都是天地乏力 家族众生的无形枷锁 想要登临至高 就必须打破之骨 这是天地的房间 怎么会有人才突破脆骨极尽 这可是修仙的第一步而已 突然鸡脚老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万顿顿的询问 难道是 弟子 本来还想发我的老爹 此时一副淡然的笑容 喝茶 鸡脚子不必惊讶 只是蠢子闹出的小动静罢了 鸡脚老祖整个人都傻了 弟子居然打破了脆骨极尽 他不是还在娘胎吗 似乎自家孙子决定剑体和弟子娘胎修炼 还打破了脆骨极尽比起来 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毕竟决定剑体尽管罕见 但万古以来还是出现不少 可在娘胎地修炼这种事 真的是闻所未闻好吗 老爹此时看上去云淡风轻 内心那叫一个爽 爽爽爽爽爽 就在鸡脚老祖失神时 鸡脚其中一人暗中给老祖传音 天地手段非凡 在娘胎地修炼虽然惊人 但谁知道是不是天地的神通造就 或许不是弟子本身的能力 再说了 之前的异项规模 明显弟子不如鸡脉 况且见到以功法著称 弟子特殊体制宰强 也不一定能讨到好处 听管这些话 积架老祖觉得很有道理 天地帮助胎儿修炼 好像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异象的大小 本就从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体质的强弱 像到这些 积架老祖觉得自己孙子 还是不输弟子的 念头通达 心情自然愉悦 直接忽略了老爹的无情嘲讽 这时房间门被打开 积架一众人 连忙起身 恭敬喊人了一声 在老天面前 积架老祖给排铺 但在天地面前 他绝对不敢造次 只是一个照面 就觉得十分拘束 寂寞此来 一是向天地赔罪 而是为了庆祝 积架绝灵剑体诞生 来邀请天地和圣祖 参加宴会 老妈撇了一眼请见 与其平淡的 恭喜积架老祖 可心中却十分不屑 决定剑体是强 但能保证成就地位吗 成不了天地 对老妈来说 就是罗姨 积架老祖谦虚的客套 可看他样子 哪有半点 我孙子不如弟子的意思 老妈压根没把积架老祖 和什么绝灵剑体放在眼里 可老爹又开始冒火了 你在阳台全程 听着大人们的对话 先讲这次打破脆骨极尽 系统奖励的 无垢剑心和绝灵剑体 到底谁抢 你迫不及待地 赢取奖励 随后当场 融合无垢剑心 直接你的心脏 周然发出一次 强劲有力的跳动 面子里的所有人 都不由自主地 看向老妈的肚子 下一刻 一股莫名的力量 疯狂自身 随后又是一声心跳 鞠躬中 竟有剑鸣 凭空响起 技能面前的十桌十凳 同时龟裂 周围的建筑 四周的院墙 都像破了壳的鸡蛋一般 所有裂口 光滑平整 就像利剑 切割而过 就要众人还未回过神来 你的心跳 又继续发出强悍的跳动 每一次跳动 都都同处动 某种天地规则 可怕的裂缝 顺着大地 向周围迅速扩散 最后整座小渊 所在的山栏 瞬间被覆盖 全都在一股莫名的力量下 出现裂口 不止如此 院子地的强者心里 都莫名涌起一股 讨天剑意 这股剑意不受他们控制 反而横冲直撞 试图杀破他们的心房 只是对于众人来说 只要力量稍微一运转 就能压制 但他们心中已经震撼无比 眼看这股异象 就要继续扩大 解释 只把无数建筑 都会因你而会 关键时刻 还是老妈压制的异象 所有人都认出了 这是无垢剑心 刚刚那股剑意太过强大 哪怕圣主强者 都短暂受到侵袭 这还是境界上的差距导致 不敢想 如果是同一境界 这还有战斗的勇气吗 无垢剑心代表剑心 橙色通明 对剑道有最纯粹的感应 无垢剑心最强之处 就是能化一为剑 展望物于无形 修为相差不大的剑修 在无垢剑心面前 只怕一半的实力都发挥不出 如果说绝阴剑体 修炼到极致 为世间治强有形剑 那无垢剑心则是最可怕的 无形剑 据说上古时期 无垢剑心觉醒异象 不知道多少落小的生灵 死于非命 只有强大的修炼者 才能抵御异象的心息 只是觉醒时的异象 就能杀人 不敢想 如果没有天地出手 就不只是建筑被毁了 但机下老祖 可没心情感慨 无垢剑心的强大 因为你觉醒了无垢剑心 就意味着他的孙子 这辈子都要被你压一头 绝灵剑体 就是不如无垢剑心 这点他必须承认 看着机下老祖的神情 老爹心里再次 爽爽爽爽爽 不过机下老祖 不愧是绝灵强者 很快就调整好心态 看着天地的小腹 他再也不敢小觑弟子 天地宣脉 果然不是寻常人 能揣测的 最后只要挤出一个 生硬的笑容 对到我妈老爹 拱了拱手 此分打搅天地和圣祖 寂寞就此告辞 下月宴会 还请二位 上光甲铃 毕竟行剑都走了出去 场面话还是要再说一下 不过内心深处 机下老祖只想说 别来 千万别来 不能到时候谁才是主角 在机下老祖走后 老爹黑的笑道 这老不死的 装臂装到我头上 你有些感慨 原老爹也这么腹黑 横关系统就发来新的任务 任务一 请宿主参加绝灵剑体 请祝宴会 任务奖励 雷霆五脉 任务二 请宿主半个月内 创造脆骨镜 新的寂静任务奖励 金翅大鹏 天赋福文